看到他們吃的料理之外呢 當然昨天更吸睛的會是在於 那一桌啊 絲廚裡面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因為黃仁勳他昨天是到了 台北三大絲廚之一的餐廳來用餐 這裡面呢這一場餐序 包含像是廣達的董事長林白領 他是設宴做東的 那做上賓包含像是台積電的創辦人 張周摩夫婦以及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還有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夫婦 以及廣達的副董事長梁四正都有 受邀出席 那這一場餐序呢 我們為什麼會說含金量之高啊 最主要關鍵在於科技業大佬 金融圈大佬 他們的身價加起來是將近 4兆元的新台幣 光是黃仁勳呢就已經接近 3兆新台幣的一個身價了 那當然聚餐之後 大家除了呢還要再聚 還有點捨不得之外 黃仁勳就帶著張周某還有林百里啊 他們一起來逛寧夏夜市 這個黃仁勳呢 其實他每一次來到台灣 都會去一些知名的觀光景點 觀光的夜市之外 當然他也是為了要傳達自己 接下來可能要釋放什麼樣子的訊息 就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最主要呢 我們可以看到92歲的張周某啊 他就是緩緩慢慢的走 然後呢其實附近的隨護 還有保鏢也都是還蠻多的 就圍繞在這些大咖們的身邊 那這也是張周某人生 第一次逛寧夏夜市 不管是簽名拍照 來者不拒之外 也可以說啊 這完全是行走的新台幣們 那說到了行走的新台幣 我們就要來看了 黃仁勳為什麼他的身價 能夠來到3兆南 這是大家給他的稱號 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 輝達的股價 昨天可以看到美股幾乎是 全面性的收跌 那漲的有誰呢 輝達 輝達漲了0.8% 不過在於 費城半導體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台積電在美股的表現 就不是太好了 台積電的ADR是跌了3.18% 所以今天台股一開盤 就表現的不是很理想 因為全部都綠油油的一片 台北股市呢 一度跌了超過200點 那另外其實最近可以看到 台北股市 匯市的狀況 都不盡理想 最主要的關鍵 我們來看美國公債 美國的財政部就公布了 他們目前的最新公債的飆售啊 狀況是差強人意的 所以導致現場 如果大家都不想買美債的話 那自然美債的價格 就會往下走了 美債價格往下走 那自然而然 他的殖利率就會往上飆 所以可以看到 美元指數也出現了反彈 而另外包含像是在日元對美元的部分 就扁破了157 台幣的話 昨天是重扁了超過一角 今天的話 一開盤也是來到了 32.3字頭 另外呢 我們就要來關注了 剛剛有看到 這麼多的台廠大咖們 重新雲集 那接下來台積電 到日本熊本廠的投資 也備受整個科技業的關注 大家都在想 台積電去了之後 會不會帶動他很多的一些供應鏈 合作的廠商也一起到日本的熊本 周邊呢 的確現在熊本縣的知識 木村鏡 他說為了要迎接在整個半導體供應鏈 前來在熊本當地的投資 所以熊本縣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打算在南北兩地 都要來規劃50公頃的工業用地 為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日本的竹科 這一聽起來就是針對台廠而來的嘛 那預計在今年七月份的時候呢 熊本縣的知識 他也會親自帶隊來訪台 拜訪誰 拜訪像是台積電 還有很多的竹科半導體業者等等 那也表示啊 針對這個熊本縣 局陽丁因為之前台積電 進駐了之後呢 其實不管是在建設方面 還是突然有了很多的車流 很多的人流 導致當地其實出現了交通堵塞 那在這個部分他也強調會來加緊改善 這一連串的財經資訊提供給大家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